- 爱美的网友,大家好,我是郑桑芬。 - 大家好,我是海燕。 - 今天和海燕在一起聊的也是非主流的七化整项母治。 - 大爆小爆手术。 - 美爆术的大爆术。 - 上一期咱们聊的是美爆术只要针对的是小爆。 - 对。 - 这一次海燕带来的故事是讲大爆的。 - 对吧。 - 有些姑娘们下次可能长得有点比较畸形。 - 对。 - 不好看。 - 长得过于大。 - 对吧。 - 所以说你在韩国做这方面就行了。 - 有苦恼的人就来了。 - 对吧。 - 虽然说这个话题有点尴尬。 - 对吧。 - 有点尴尬。 - 但是还得留。 - 对。 - 我们得聊天。 - 更多人了解这些事情。 - 对。 - 知道韩国有这样的技术。 - 对吧。 - 那么海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什么呢? -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大爆和小爆手术的项目。 - 是什么样的人做这样的手术。 - 因为像大爆和小爆手术一起做的年龄段大概是30到50岁左右。 - 做的比较多。 - 30到50岁的女性。 - 对。 - 因为女性。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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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。 - 然后像我们女性的话呢, - 到30岁左右的话一般都生孩子了嘛。 - 像我们女性顺产以后的话呢, - 她小爆都会有一点变形的。 - 都会变得不对称啊, - 或者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。 - 颜色里面的问题。 - 对,有变化。 然后还有些人呢 就是顺产的时候会撤切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外部的一个美观 所以说像我们生完孩子的女性的话呢 是要做我们的这个手术的 大抱小抱手术 还有这个大抱的情况的话呢 有些人呢 他是比较干瘪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是要给他做填充 做完以后露嘟嘟的 更饱满一些 视觉上看起来就像大抱一样 对 这样的话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大抱嘛 然后小抱大抱一起做的话呢 我们很多人呢 一般年龄大的话呢 都推荐一起做的 因为很多人年龄大的话呢 大抱呢 它也会松弛嘛 皮肤松弛 对对 这样情况的话呢 我们也会建议做个大抱提升 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很多人呢 对于这个话题的话呢 都不太明白 也不会太 跟自己的闺蜜 她也不会太讲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些手术呢 其实是对我们女性 是有好处的 因为外部更漂亮 更好的话呢 她自己的自尊心 自信也会更好 更多一些 嗯 那做这个大抱小抱手术呢 对健康有没有好处呢 嗯对 如果像如果说 我们的大抱小抱特别大呀 或者是说 特别大的话呢 里面很容易夹这个分泌物 嗯 所以说 她会容易有炎症 嗯 这样的 如果说太大的话呢 也会对我们生活 也会带来很多不便的 对 骑自行车呀 像我们 嗯 骑自行车 然后我们穿紧身裤这样的 她也会受影响的 嗯 现在走路也受影响 对 走路也会有摩擦的 嗯 摩擦摩擦 摩是魔鬼的步伐 哈哈哈哈 走出魔鬼的步伐 是因为你不舒服嘛 哈哈哈哈 对吧 嗯 嗯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做魔鬼的步伐 对对 像这样的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来做这些手术的 也为了自身的健康嘛 嗯 还有呢 就是如果褶皱多的话呢 容易自生细菌 对对 还有细菌多 有异味嘛 嗯 对对对 也容易有炎症吧 有炎症的异味 这样呢 给伴侣造成了苦恼 对 影响了这个家庭生活 嗯 对吧 是 嗯 这是一个情况啊 嗯嗯 你不讲我们好多人还真不知道 对 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手术的 嗯 所以说呢 如果呢 来美的宝泡 嗯 嗯 对吧 你呢有这方面苦恼 或者你的闺蜜们 对 或者孩子们 或者父母 或者母亲 嗯 或者姐妹啊 有这样的苦恼的话呢 可以把正确的观念传递 对对 韩国有这样的手术 美爆术 对对对地 30岁到50岁生 раж伯拜托等这些宝妈们 对 可以做 cock 嗯 一方面为了美观 嗯 一方面为了健康 对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生活的幸福 嗯 是吧 是 那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吧 好的 下期见 拜拜